今天我要做一个神仙下饭菜 雷辣椒皮蛋扣肉 你们在家里吃不完的扣肉也可以这么做 准备了三盒 我们先起锅放油 把剥好的皮蛋稍微过一下油 表面泛白就可以盛出来了 然后辣椒切段拍一下 炒出这种苦皮状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蒜倒进去 泡过的干豆豉 然后皮蛋下锅 然后我们直接把扣肉放下去 哇 好香啊 可以盛出来了 这个妥妥的一道下饭菜 我来尝一尝 都是黑色的 它看起来很黑 但是味道真的很绝 这辣椒很好吃 哇 这个粥好强烈安裂 这真的是神仙下饭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